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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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备来到咱们荆州了 是 主公已准许他们驻扎新野 刘备手下是不是有几名汉将 厉害得紧 有三名汉将 他们的名字叫关羽 张飞 赵云 主公已经六十四岁了 身体不好 我担心 万一主公有个三长两短 咱们荆州的这份家业 可不要落到别人手里去了 请姐姐放心 我早有防备 刘备他们翻不了天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个心愿 你应该知道 知道 姐姐一直希望主公 能把二公子刘从立为世子 不过这心愿嘛 还需从容行事才好 还是在意着点吧 千万别让刘备 参与了咱们荆州的内政 更不能让他跟刘七抱成团了 知道了 简案十一业 曹操再次击败袁绍残部 相继攻取既清并幽伦中 袁绍于悲愤中吐血报往 至此 曹操取代袁绍 成为大汉天地间最强盛的军阀 王军正下龙城 王军正下龙城 曹孟德 曹阿满 曹阿满 若是没有我许悠 如等可进得了这季州城湖 要是没有你许悠 我们当然进不了季州城了 阿满 如 可不得忘了我的大功啊 当然 先生的乌朝之功 我等岂敢忘记 请稳細 at 不必 虞尸 他是不必 不别装 IO 威风临雨 当初那是跟我一块混日子的 我俩小的时候 在一起偷鸡摸鸡 赌酒 那段时光是河灯的潇洒 河灯的快活呀 我说的事也不知啊 阿满 阿满 阿满到哪儿去了 快 卢腾快把曹阿满给我找来 先生轻易不可乱验 邓星辰到丞相楼里 大祸临头 什么丞相我丞相 阿满就是阿满 小贝尔伟哥 跟我和你都一样 一个鼻子 两个眼睛 别难怪 儿腾既非阿满不交 又非读书之人 安置这天下的一文趣事啊 对了对了 阿满呀 还有一个 你我不急之常 谈色 谈色呀 而且与众不同 了的 你我 众所不羁 独有其道啊 匹夫 鲁氏和人 豪生大胆 胆敢经了我的坐骑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乃丞相顾骄 徐子远是也 你这么一个狗东西 你怎么也配姓许 配姓许 去问问你家丞相曹阿满 若是没有我这个姓许的 儿等这帮匹夫粗汉 俺能尽得了这济州城 你给我听好了 你在这狐言乱语 我砍了你 别罢 儿等 这些粗汉痴 焉能之小 姓氏之来犹 名字之来利虎 不要说你 匹夫 把你家丞相叫来 不敬我一尺 也得让我三分 你不是就想要 许优这颗头吗 来 今天姓许的 就把脖子给你伸在那儿 匹夫 有本事 你就砍了去 到你家丞相阿满那儿 去寝宫 砍 有种的砍吗 砍呀 量你也没这个胆 你也没这个胆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啊 好一座雄伟壮丽的激州府 竟然比洛阳还烧胜一筹 袁绍拥有这等城池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还是听说袁绍在建激州时 有意要把他建成天下首府啊 我现在算是明白 为什么那些文人默克 都喜欢投奔袁绍了 因为他房子大 激州这地先后出过四大名字 包括陈林得的 陈林 就是那个写讨贼戏文的陈林 就是 是 立刻拿他 准备 丞相 陈林押来了 你就是陈林 是 你把我骂得惊天动地 山湖海啸 狗血淋头 叫我听得好享受啊 今日我就在这儿 你怎么不骂了 我告诉你 人呐 骂是骂不到的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头痛发作 痛不可当 但是我读了 我读了你的讨贼戏文 我的头痛立刻就好了 不要而鱼 但是我又一世不明 你骂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烧上了 他们与你何干呢 陈林 起来吧 谢谢丞相 当初我读你的大作的时候 就对你是又恨又气 又喜又爱 今天我 坐在袁绍的王座上 自然对你是更要刮目相看了 你的才气 是既逼人 又喜人 今后 智政 与民 青史 丹淑 都少不了你这样的人才 当然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做我的木兵 我就赏你一座宅子 二十匹绸缎 你尽可以关起门来 阴风弄月 但是有个条件 写出了好诗文 第一个要送到我这儿 让我欣赏 我要先赌为快 你看可否 丞相恩威好当 古今难觅 罪臣愿意归降丞相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起来 起来 程相 你和你之间 还骂出一份交情 今日我甚是快活 你先去吧 我们回头聊 最臣告退 这是什么 这是从袁绍内府中搜出来的书信 都是谁写给袁绍的 在下不好说 你看看 你怎么在这上涨 你的蜘蛛 说这些什么 是否 你很坚强 在他身边 你我一 都没说 我估计 不跟你说 我认为你 不跟你说 那我说 你所谓你 主委 死的 我看了 看了生气 父亲 他们拿着我们的俸禄 保受着父亲的恩宠 暗地里却被主通贼 现在罪证确凿了 我们只要依着姓名抓捕 他们一个都逃不了 他们自然是逃不掉的 但是抓住又能怎么样呢 斩 斩 那是不是 应该把我也斩了呀 因为我也跟袁绍通过书信 而且我还拍过他的马屁 我说他是南天一柱 万事楷模 我况且如此更何况他们 可以理解 他们是怕我战败了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专相明鉴 当年袁绍势力滔天 但仍非专相对手 如今袁绍命归九泉 这区区书信 更谈何法 专相不如烧死书简 一事对老友 相送 你看看 循玉是何等胸怀 在下不敢当 专相胸怀远大 在下只是说了句 专相想说的话 皮尔 你把这些书信拿到正阳门外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一把火焚尽 并且告诉他们 既往之事 永不查究 遵命 徐初 你又闯祸了 徐又在大庭广众之下 侮辱主公 我立得住口 这小子竟然把头伸过来 让我砍他 如果我不砍他 我就成他孙子了 我一怒之下 就砍了这颗狗头 你把徐又砍了 徐又是我多年的好友 咱们破元少取经之后 他立了头功 你把他砍了 我陪他一个人走就是了 说得好 把徐初给我推出去 斩首师众 徐初他 九星沙场 屡立战功啊 父亲饶恕他吧 不成 军法难容 他砍了许游 更是天理难容 给我把他推出去斩了 父亲 这是一只冲动啊 父亲 我不是一只冲动 我早就要罪他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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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推出去 推出去 砍了 禀成像 徐初确实有罪 但徐又在城关前 狂妄叫嚣 在下 也是亲耳听到 的确如丞相太甚 在下建议 厚葬许游 表奏天子 追封许游为当阳侯 同时严惩许楚 令许楚在许游坟前 叩首认罪 许游 许游 给咱们立了大功 咱们才刚刚进城 我就把他杀了 天下的人会怎么想我 他们会觉得我心胸狭隘 人家刚说了我几句 我就招人把他杀了 世人断不会这样揣响 因为许忧满口胡言 时事无中生有 痴人说梦 你怎么才能证明 他是满口胡言 痴人说梦呢 在下请财士们写篇奏文 为成将歌功颂德 不施许忧 另外 这篇奏文 就请陈林来撰写 是最为合适 他的如传之笔 堪称上家 文章奏成以后 定能像当年的讨贼习文一样 令海内外传送 那要是陈林清高 不愿意写呢 在下前去拜访 当面说服陈林 薛楚 你杀了我多年好友 我原本醉不可恕 但是我念你醉酒过失 我就饶你不死 但是从即日起降位不足 你去养马吧 还有三个月之内不许喝酒 你得去许忧的坟头 给他磕头 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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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走吧 罪将西安 滚吧 滚吧 徐先生 先生 多谢开人相救 无必客气了 先生 刚才在堂上 有一件事让我好生糊涂 你有什么糊涂的 你看啊 曹丕公子为我求情 这人都跪下了 主公就是不准 可是你因求情 主公就准了 你这是为何 世子年轻 不知道哪句话 才能说到丞相的心里去 我老了 你也知意点 太好了 先生 你在替我求情 你又惹什么祸了 没有 喝酒的事 你看啊 主公让我当部族 坐马夫怎么都成 就连给那个许柔柯一百个头 我都认 你这不让喝酒 足足三个月啊 非把我憋死不可吗 你真是得寸进尺 这个情啊 这个情啊 我不求 别别别别 先生 救人救到底 你要是帮这大忙 许柱这辈子 都感谢你的答案 许柱啊 丞相的心思 你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 什么心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是丞相最喜欢的战将 你今天做了一件 丞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杀许柔 丞相 弃你是假 爱你才是真 真的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你说 你要是看出来了 你还是许柱吗 丞相之所以罚你做马夫 之所以罚你尽敬 都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 丞相想把你培养成为 三军主将 怎么样 还让我替你去求刑吗 不 我 我喂马去 父亲请看 天下九州 大半已收入父亲当中 现在只剩下 刘表 刘章 刘章 孙权等贝了 刘表 陆陆无为 不过是个首称之辈 金州早晚是我的 刘章就不用说了 孙权 乳秀未干 兵少将寡 不足为虑 刘明 刘避 刘主 刘涯 刘盛 刘昇 想 刘昇 对不出我 终是祸患 父亲 袁绍死后 我们军事大阵 现有步军三十万 马军十五万 水军二十万 总计六十五万 其他各路诸侯加到一块 也不如我军的一半呢 先让三军修整一年 立兵莫马 储备粮草兵器 之后 我要一鼓作气 一统天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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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公 衪人 便放在 Natomiast 颯衔 既然 她預防进心 尼尼尼尼 把 losers 宇兵 躺下 但是 有些人 曹操生世滔天哪 禀主公 留表朝话来 要主公前往荆州 共度端午佳节 知道了 请问 阁下是刘皇叔吗 正是在下 我是蔡氏 嫂夫人 在下失礼了 不必多礼 荆州好吗 好 好 甚好 那你就多待些日子吧 此话何意 莫菲是要撵我走 皇叔 请进府吧 主公等候多时了 杉德 你胖了 气韵饱满 身形丰硕呀 明公啊 在下年近五十了 身无寸功 足无寸土 只有 毕肉复生 庸庸碌碌 日月蹉跎 老知将知 宣德 你还不满五十 就感叹 老知将知 我已经 六十有四 又当如何呢 今日请你来 是有一事 隐忍多年 苦恼不堪 想请你 为我一决 请明公吩咐 我有两个儿子 长子刘琪 是前妻所生 人虽然贤良 却性格柔弱 难以托大业 四子刘从 是后妻菜世所生 是后妻菜 聪明灵灵 或让我喜爱 菜是主展内服 其地菜茂 又是荆州的上将军 他人多次劝我 费场利诱 让我好生为难 明公啊 你知道 袁绍为何败亡吗 尽人皆知 袁绍 是被曹操所败啊 除了曹操善用兵外 袁绍另有内患 那就是 他的三位公子 为世子之位相征不下 临敌之际 甚至见死不久 这才使得他 大败于曹操 明公 属在下直言 费掌利诱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可何况 你已经说过 刘七贤良了 即使我有利刘七贤之意 但才是一门 荆州望主 世胜利强 他们要不愿意 我怕 激起内乱 明公 今日端午佳节 在下敬礼一中 祝贵府家人和睦 荆州太平昌盛 应陡 传三尤 转早 今晚就不要回新野了 就在客馆住下 明日咱接着喝酒 明宫 明宫啊 刚才在屋内 在下不敢多言 现在 容我斗胆说一句话 立世子之事 性命攸关啊 只能明宫一人做主 任何人不能监狱 如果明宫忧虑菜市一门权重 应该许图削旨 否则 谁为荆州之主啊 多谢明宫美酒 在下暂且告辞 明日相会 你这是怎么了 有何话 起来说 主公 平清害怕 你怕什么 并且害怕 刘备会夺了你的荆州 会灭了我们菜市满门 你怎么会有这个面头 刘备和刘琪 已经抱成团了 刘备此次来荆州 就是刘琪请来的 刘琪想利用刘备 帮她立为世子 而刘备则想利用刘琪 帮她抹取荆州 主公如果不除掉刘备 恐怕早晚会大祸临头啊 胡言乱语 主公 也许是贫妾多虑了 但是 请主公好生想想 难道贫妾所说的 就绝无可能吗 难道他们 就没有办点那样的念头吗 主公 就算是贫妾胡言乱语 但是 请主公多多少少 也提防着点 姐 你召我 二弟啊 再不动手 恐怕就来不及了 出什么事了 主公今晚宴请刘备 只请了他一人 席间 主公秘密向刘备 征询利处的看法 刘备说 费掌利诱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这次好大胆 竟敢干涉我荆州正事 他还跟主公说 袁绍之所以兵败 就是因为朱子征大卫 彼此见死不救 由内乱导致败亡 你听听 他这不是想趁乱 谋取荆州吗 此人要是不出 我们蔡家 马上就要大火灵头 刘备现在何处 主公让他今晚别回心眼 就住在客馆内 我立刻调集人马 趁也杀人 绝出后患 然后 我自己向主公请罪 二弟只管放手去做 我料想 主公即便知道 刘备被杀 虽然恼弄 却也不至于治你的罪 哦 这是为何 你向主公请罪的时候 我和刘从 也会跪在你的身边 一起向他哭诉 而主公 他肯定心知肚明 他知道 荆州的军政大部 过于菜市之手 他即便是想杀 他既杀不动你 也杀不动我 更舍不得杀他的爱子刘从 更何况他年事已高 别无所靠 他只能依靠你我 来帮他维持荆州大业 所以他定会接受继承事实 原来姐把一切都料理好了 我这就去办 有一件事你必须当心 就是刘备手下的那些汉将们 刘备被杀 那些人肯定是要为主子复仇的 官张照虽然英勇 但我荆州将士也绝非英手啊 我们数十万人马 难道还灭不掉他两三千人呢 再说了刘备死群龙无首 军心随之大乱 就杀他们一入反场 说得好 快去办吧 遵命 女孩子的名字 可以去办法 可以去办法 吗 不是 可以去办法 所以你也回走了 你也回走了 孤战长生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见殿平生之为愁 情可以煮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药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与天地同生 你必须回来 你必须回来 你必须回来